据为己有是错了 决定得不到 像我们看电视 看电影一样 你可以欣赏 你知道那个里头一样东西你都得不到 所以你也没有念头想要一样东西 那全是空的 转眼就过去了 那我们对这个世界要想这样的看法 你的心才会平静 才会欢喜 你再也没有懊恼了 底下第六个问题 他说英语 另一半不信佛法 且性格不易沟通 隐喻较重 弟子为避免伴侣对佛法产生误会而有损佛的形象 弟子心中一句阿弥陀佛 说外形式表演 请问这样是不是欺骗众生如何才能够如理如法 这个表演是正确的 祝佛菩萨 他硬化在世间就是表演 表演是一种善巧方便 对于业障身中的 一定要有耐心 长时间 这是用身教啊 不是用严教啊 我都做到 慢慢之后他会感悟 那么同时呢 也应当要求佛菩萨 如佛菩萨加持不是感情能求得到的 是我们真修行 真一修行呢 就有感应 那我们同修当中也有一位老同修在中国大陆 自己修得很好 儿女当中有一个是非常不孝顺的 他自己也知道 这是来讨债的 来抱怨的 对他父母学佛是非常反对 时时刻刻找麻烦 那么在外人面前都说 这个父母把这个钱没有给他们 都送到寺庙去了 可是母亲是真修得好啊 真地虔诚的 居然这是十几年之后啊 有了感应 他这个小孩啊 遇到一位善知识 这个善知识常常跟他讲佛法 所以人是有缘 他跟这个人有缘 这个人讲话他听 听了一段时期 他真的回头了 所以他母亲很欢喜 这个小孩现在180度的回转了 不但不再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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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生非了 现在还挺孝顺 这个也吃常素了 这个就不容易 不喝酒了 就吃常素了 看到家里人要是买肉时 他就生气就骂人 他说我连做梦都想不到啊 来告诉我 我说这是感应 从这个地方呢 就看到你学佛的成绩 这是成绩单脑出来了 所以这个感动一个人 能令一个人回头 要长时间 不能着急 要自己非常认真努力 所以你自己会感动他 佛菩萨也会来帮助你 这个是 所以这种做法是如法的 心里面这一句佛号不能简断 外面呢 处处随顺 恒顺众生随喜共同 那么再过若干年 年岁越来越大了 想法看法会改变 然后看到自己造的业很重 看到你很幸福很快乐 清安自在 他就会认真想想 想通了 就知道自己做错了 你是对的 他就回过头来向你学习了 下面一个问题 他是学生看了 黄仲昌居士的发言文 很受感动 请问2007年 真的会有大灾难吗 如果弟子专心修行 会化解灾难吗 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 2007年会不会有灾难 这个说法 我也是听人说的 渊源于法国16世纪的一个预言家 诺斯多玛斯 非常有名 那么他在这个预言书里面 曾经讲过 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灾难 他讲一个大旗之数 所以有人说呢 这个大旗之数 应该就是 2007年 如果2007年没有呢 那可能是 2070年 或者是 2007年 这就不晓得到底是哪一年 可是我们看到 今天整个社会 这个世道人心呢 确实不容若管 原本 一般的 这个设法 都是设这个灾难 是20世纪 也就是1999年 我们也看过很多预言 都是讲到1999年之后就没有了 那就是这世界毁灭了 那么1999年呢 很平安地度过了 那个时候 我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一位 天主教的 这个神学院的院长 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是这个 圣经里面明明说的 这个世纪末有大灾难 怎么会没有了呢 因为这个传说了 传说了400年 讲这个 1999年 2000年又在哪 全世界人都知道 所以在那一段的时期 可以说 全世界 宗教徒 都很虔诚 认真地 做祈祷 诸位 这个力量很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 日本 江本波斯那个实验呢 就知道 你看他用祈祷的 这个方法做实验 他在他自己办公桌上 放一瓶水 通知全世界 他所认识的人 就是跟他一同研究的 500个人 在全世界 各个不同的地方 但是同一个世界 观想 就是想他办公室桌上的那一瓶水 向他祈祷 向他发出这个 这个 这个爱心 这种 祝福 同一个世界 那么这样的时候 十几分钟之后 全世界这个力量 集中在这一瓶水上 他把这个水 拿去做实验 在显微镜底下看 那个洁净非常之美 所以这个就他说明了 这个祈祷力量上 是超空间的 超个超空间 所以那么多人 500个人 机会的 那个力量就那么大 就那么多人